瑞芳区东河里的环境已经成为瑞芳地区的指标 也是各里争相观摩的对象 今年第九年参加新北市环保局举办的礼环境认证 里长和志工都信心满满 因为这是他们每天都在做的日常 数十年如一日 也让东河里许多脏乱点就此改善 让居住环境更宜人 第一项是香楼干净 第二项是并没稳防治 第三项是公厕清新 还有环境利美化 还有新婉之源 我们在这五项 我们配合我们的志工队还有礼民 大家都在平常都是很努力在做 像这个香荣干净 果变清理 我们都定级志工在寻查在打扫 这个冰也没稳 现在夏天到了 我们也在仙岛里面 尤其是这个菜圆 无钱无货 不要这个积水 那个瓶罐没有用的 要清理 不要有这个脏水 才不会生这个冰也没稳 东河里今年礼环境认证 一样是报名五个考核项目 相同干净 并没稳防治 公厕清新 绿美化环境 及循环资源 为了环境认证 几乎是志工礼民 都一起动起来 平常大家都会自发性 维持相当干净 还有周边环境的整洁 也落实寻到清刷 来防治夏日容易滋生的并没稳 我们里长带着我们志工 都非常的勤劳 还很打拼 把一些大街小巷 还有一些我们老人共餐 还有种种很多都整理得很好 我们也希望说今年 可以得到荣誉的评审的 那个阶段我们可以得奖 我们希望今年是第九次参加 希望今年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 然后联系了九年八 会很圆满成功 我们也谢谢我们前提的 相信还有我们志工团队 大家的努力 希望有好的表现 当地里长表示 说到循环资源的部分 从101年便成立黄金资收站 也是做的有声有色 每个月都有8到10吨的资收物回收 回收变卖金再用于里内奖学金 及急难救助金 很感谢志工和里民的努力 让东河里的环境 这几年有大翻转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到